早安 你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母亲节5月13号 后个星期天 很多歌曲其实是 特别的为妈妈而做的 比方说什么母亲你在何方啊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等等的 其实听起来都是相当温情的歌曲 但是为什么现在在萤幕上看到 就是一个大鼓呢 因为新加坡华乐团 即将的在这个母亲节 的前两天会有这个音乐会 特别是母亲节音乐会 今天在节目当中 可要好好的来做个介绍了 是 那这个鼓当然是 华乐团在母亲节当天的音乐会 会跟德教的迟钝儿童乐鼓手们合作的 首先呢 针对这个访问很高兴 邀请到新加坡华乐团 总经理何伟山先生 你好 早安 以及新加坡华乐团副指挥 郭永德 永德早 早安 欢迎 欢迎 那就是来自德教池的儿童院的鼓手邓顺来 rounded 顺来 颺来早 很多我們的支持者 一定要出席的音樂會 那麼從過去到現在的這些音樂會 我們都請到海外本地著名的歌手 與我們一起合作 也請了很多這些不同的機構跟我們合作 其中跟社區跟一些太和館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們希望說 從觀眾的角度跟參與的角度 可以有更多的融入 更多的結合 我記得往年有請到海外的藝人 包括汪明泉、姚偉等等 這一次為什麼特別的會跟 代教派兒冠 是對兒童樂合作呢? 其實我們得到 新加坡博彩局的支持的贊助 那麼在大概是三年前 我們這樣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到一個慈善團體去 組織這樣的一個滑越的課程 那麼我們就想到這個打擊樂 可以是一個比較讓這些小孩子 可以上手的這樣的一種樂器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這樣的一個計畫 請了我們團的副指揮 可以有得到那邊去訓練一些這樣的青年 所以可以說這樣的一台音樂會 是他們的一個層級的交代給觀眾 那麼我們也覺得這樣的一個表演 可以帶給所有的母親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讓他們呈現在他們母親的面前 我覺得是一個很溫馨的這樣的一種演出 而且準備了滿長一段時間了 對 去年他們開始訓練是一年不一年 差不多一年 去年的五月 我知道每一年母親節音樂會 都是像剛剛和經理說的 就是新加坡華為人的一個品牌 也是有指揮不指揮 有得特別精心策劃的 我們會期待一個怎麼樣的特色呢今年 這一次我們除了 我們以往都是有一個歌手 對 就是我們還是沒有改變 但是這次呢 這個歌手就很不同 因為他來自於 音樂會大師 是 Broadway Bay 那麼陳瑞彪的出現 很多人都很驚奇說 他要怎麼跟我們華語團來合作 而且他唱的還不是華語歌 是福建歌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賣點 那麼另外就是 當然有那個 台南館他們的青少年來跟我們合作 對 是 現在呢 我們在節目當中 馬上就要邀請年輕的朋友 來幫我們進行一段表演了 順雷今天幫我們準備了一段的演奏 現在不要有請順雷 在現場幫大家做個示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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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小看 你知道這件事情有多難嗎 以前我那個古報杯子 也不是沒有的 對 而且可能有什麼聽到不一樣 因為那個聲音根本就不同 對 對 而且我知道順來他當然不是其中的一位青年鼓手 到當天呢 會有其他的九名的團員跟鼓手一起 那就會聲勢浩達了 是 我可能要請何先生來進一步的來說一說 像這樣子做了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安排 最希望是能夠傳達出一個什麼樣的訊息 然後希望說可以帶給觀眾朋友們一個什麼樣的享受 我覺得新加坡華樂團是一致人民的樂團 我覺得我們的音樂應該能感動不同層次的觀眾 就好像我們的母親節其實勇德的策劃 其實面對著母親 很多人會覺得母親就是年老一代的母親 但是我們也照顧到年輕的母親 中年的母親還有年老的母親 所以對華樂團來講這樣的一台音樂會 母親節音樂會 真的是要觸動人心的一台音樂會 能夠跟德肖太和官合作 不知道會不會也特別的有意義 尤其是可能這些季少年的媽媽們也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尤其是偏向孩子接觸音樂接觸節奏 這個常是父母也要特別用心的一件事 是的 所以我們都覺得 我們剛才在外面再談到說 應該要把他們的父母親都請了 這樣是一份最溫馨的禮物 在他們的面前體現這樣一種演出 而且是跟我們的一個國家企業的一種愛旁邊兩處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 獻給媽媽一場音樂會 讓媽媽去親身感受 我想知道說到時瑞彪會唱什麼歌呢 瑞彪 哪一首福建歌 那我們新加坡非常熟悉的就是我問天 然後一個比較溫馨就是跟 跟就是可能媽媽有點關係就是加厚 然後最後是可能是帶著媽媽的鼓勵性的那個話 要拚才會贏 這是三首 這是三首 對 剛剛我們看到順來現場打鼓對不對 你練習了多久 一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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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喜歡打鼓嗎 喜歡啊 老師會不會很嚴 不會 老師很好啊 我跟妳講他騙妳的 他教訓他很嚴的 辛苦嗎 不會 老師 這次 老師你自己也會上台露一首吧 對 但是主要是他們還有我們華奈團的鼓手 因為他們需要我給他們一些提示 因為他們都是用眼睛跟我們互動 所以提示我的手必須要提示 所以如果我在演奏太多的話 可能他們就會忘記怎麼進來 那太頭冠的孩子們大概也練了這樣子一年的時間 要最後呈現到在舞台上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做一些特別的安排 或是會有些特別的挑戰需要克服 首先就是每個人他們的接受能力不一樣 那麼再來就是他們基本上他們的那個注意能力也比較短 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們當然我們要演奏 我們在節目上幫我們那個曲目是龍頭火樂 那是一首經典大樂 對 那他們不可能全部完整的體現 所以只有在主要的一些部分 他們能夠跟我們一起配合 但是我們會單獨設計一段 像剛才他們那段其實是滾河陶 另外一首鼓曲 那麼一段讓他們單獨呈現 就體現他們自己的水平 然後其他的龍頭火樂樂 我們再加進來跟他們一起合作 這樣子 因為我知道勇德副指揮 他自己也是打擊樂的好手 打擊樂出身的 到底打鼓他的難度在哪裡 就是配合 左翼手的配合 對這是第一個 那麼再來就是節奏的穩定性 腳步好性這樣子 對 那麼講到這個挑戰來講 其實你剛才有意的講了 他以前也是滑樂的 對 所以他說這個配合都有點比較困難 而且我不明白那個手 就是要這樣交叉打的時候 那個怎麼接起來 所以順來他們都是用口圈 要記住那個口圈 他有口圈 怎麼練 對 記得嗎 記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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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裡面有幾位是 左右是倒反的 所以經常會講 左右他還是右左 這種事情是一個傳報 對 那蘭萍萍吧 就是除了順來 跟他其他的九位 年輕鼓手 對 他們到現在的表現如何 應該是 算是很不錯啦 就是說 我們不是說 讓他們希望說 他們做得最完 完整 但是 主要是一個參與 但是這過程 其實更重要 因為在過程裡面 其實他們也學習了 怎麼樣互相幫忙 因為前陣子 那個藝術合作社 也派了一段錄像 就介紹他們的 那麼裡面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是他們自己 訪問者自己去問他們 他們感受怎麼樣 他們當中 原來有很多小插曲 比如說 有些學了 自己覺得一直覺得 自己怎麼這麼慢 一直打錯 就很生氣 那麼 旁邊的呢 就會鼓勵他 他說你不要這樣想 我們這樣 換一個口訣 比如說老師講 嘿 你不要 你不喜歡 嘿 你喊嘿 可能會好 或者看 喊什麼魚 他說我喜歡魚 我就想魚 所以他們會自己變通 所以蠻好玩的 他們 跟他們的一種 一種交往 互動 其實也學到蠻多東西 對 還有兩個星期的 這個訓練的時間 對 所以可以繼續的加油 再接再厲 一定一定 因為我知道 勇德他特別的策劃很多年的母親節音樂 這場應該是比較非一般特別的吧 對 你的感觸也比較深 是 其實我也很希望 他們的家人 包括我自己的家人 因為我自己家人 其實也不常來看我眼鏡 對對對 所以都來感受這個 他們的參與的這個不同 溫馨 剛剛何總講 我們的這場音樂 要體現了一個主題 對 其實在這一次的活動當中 因為他的整個主題是母親節嘛 母親單人從小教導我們 教育我們 那麼在這一次呢 其實這個節目當中 也特別安排了一個是 可以說是有教育意義 也可以說是非常意味 特別濃厚的一個單元 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名稱 管弦思竹之多少 也請郭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管弦思竹之多少 是關乃宗一個作曲家寫的 他是由茉莉花這首名歌 改編的一個樂曲 可是他就是拿這首樂曲來 引導觀眾 去了解各個華樂樂器 是哪一些樂器 然後通常呢 是一個指揮指揮樂隊 然後呢 一個主持人來主持 但因為我們請不請 你們兩位主持 所以這一次 這一次就我自己來主持 因為他主要想來 所以我就想挑戰一下 一邊指揮 一邊就這樣 你之前有做過這樣子的嘗試 你有看過 有 有 在社區的時候有 但是社區 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在這裡 在劇場 更加考 考那個 就是掌握 燈光啊 時間啊 各方面的 在整個舞台上 那種感覺 5月11號 5月12號 星期五星期六 兩場的音樂會 到底到目前 反應是怎麼樣的呢 這個 母親節音樂會 是一場非凡的音樂會 我們的售票的情況 也很非凡 其實我們星期六的 那場音樂會 已經 門票已經收清了 所以我們只剩下 星期五 少許的門票 所以 我們希望 觀眾我們趕緊 就是 到CC去購票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只剩下一場音樂會 就是在星期五 5月11號的音樂會 希望說呢 這場演出 我們可以介紹給所有的 觀眾朋友們 獻給媽媽的金曲 音樂會 5月11 5月12 我們現在是5月12的票 是在晚上的8點鐘 新加坡華語團 音樂廳 63485555 當然更希望呢 所有參與者的家人 希望能夠看到他們演出的人 還有郭老師的家人 也都可以前往欣賞這場音樂會 是 陪媽媽度過 非常溫馨 難忘的 母親節 謝謝三位嘉賓 和經理永德 謝謝 謝謝 謝謝